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讲师今夜宜峰 我们本节课来讲解C++常见问题当中的派生类的吸购问题 因为我们上一课给大家讲解的是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所以说我们这一课来讲解派生类的吸购函数 吸购函数的话 它在考试当中一般和我们的构造函数是乘对出现的 当对象被删除的时候 派生类的吸购函数 被执行 吸购函数 同样不能继承 因此 在执行派生类吸购函数的时候 G类的吸购函数就会被自动的调用 它的执行率序是什么 执行率序是先执行派生类的吸购函数 再执行G类的吸购函数 这点要注意 这和执行构造函数时候的顺序正好相反 它的执行顺序是什么 执行 顺序 是先执行 先执行 派生类的 吸购函数 再执行什么 G类的吸购函数 这是它的执行顺序 跟购购函数 刚好相反的 接下来 我们 来在代码当中 来给大家 讲一讲 我们的吸购函数 它的 具体的用法 以及 证明一下 它的 吸购函数 执行顺序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的 当然 首先我们先引用头发键 include iostream 然后是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std 接下来 我们 首先来定义 类A 类A的定义 classA 首先 是private成员列表 private 是私有的成员列表 intx 接下来是public型的成员列表 也就是public成员函数 public public在这里面我们强调的是吸购函数 所以说除了我们的构则函数之外 我们需要 定义吸购函数 首先定义 构则函数 A 然后参数列表 intxp 初实化为0 函数体 x等于xp 然后 我们写out什么呢 A的构则函数 构则函数 被执行 然后呢 这个 结束符 andl 换行 再来定义它的吸购函数 大家可能知道肯定都知道呢 我们吸购函数的定义方法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再熬熟 首先的话呢看来 看它的这个函数体部分 函数体部分呢 我们为了证明 它的 执行 顺序呢 我们要cout一句话 就跟我们的构则函数一样 A的吸购函数 被执行 A的吸购函数 被执行 然后呢 andl 换行 好的 这是吸购函数 这是我们这个 类A的 定义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类B的定义 类B的定义 Class B 然后呢 定义它这个public型的 就是公有的成员列表 首先呢是构则函数 B 我们就cout吧 cout b的 构则函数 被执行 换行 再然后呢 是吸购函数 函数体里面呢 我们也是一样 cout什么呢 b的吸购函数被执行 b的吸购函数被执行 然后呢 是andl 换行 这是b类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c类 c类的话呢 我们这块要注意了 我们的c类呢 它是由我们的a类 派生而来的 也就是说 a类是c类的g类 class c 派生 public派生 公寓派生 公寓寓寓寓a 然后呢 它的这个私有成员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private private 除了寓a的 x之外呢 我们继承一个 y 然后呢b的变量b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public型的这个成员列表 首先呢是c的构作函数 印刷xp 印刷yp 再定义 这两个参数列表 然后呢 是执行我们的a的 c a的构作函数 a sp 来执行它的构作函数 这是跟我们上节课的内容呢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c呢要大写 然后呢 再是 我们的 出书化 类的对象 b 这是派生类的构作函数 g类和对象 成员呢都在这个出书化 类 出书化表当中呢来完成 我们的出书化 然后呢再来看它的这个 函数体部分 函数体部分呢 我们也就是个cout什么呢 我们这个c的构作函数 被执行 当然在cout之前呢 我们先 设置 它的 类的成员变量y 等于 yp 好的我们这个cout什么呢 cout c的构作函数 被执行 被执行 然后呢 andl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 c的构构函数 构构函数的话呢我们就这个 cout什么呢 c的 构构函数 被执行 andl 好的 这是c类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在这个 为了证明 他们的构作函数的执行 顺序 以及构构函数执行顺序 我们定义一个 就是声明一个 类c 的对象 xp c xp xp 然后呢 呃 它的构则函数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为1 第二个是为2 这是 调用它的构则函数 然后呢执行完成之后呢 就会调用 就是我们这个 门函数执行完完毕之后呢 我们的它的这个c的这个 c类的对象就会被撤销 西构函数呢 这个时候呢就被 这个触发执行了 就被触发执行了 当然我们 为了证明我们的理论 我们需要来验证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生成一下解决方案 好的 生成完成之后呢 我们按 Ctrl F5来运行一下 运行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呢是 a 构则函数 被执行 b构则函数被执行 c构则函数被执行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c的构构函数被执行 b的构构函数被执行 a的构构函数被执行 在我们的代码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呢我们声明了一个 定义了个类c 类c呢它是由 类a 派生而来的 而我们整个代码的这个 输出结果呢 也体现出了 我们派生类 吸构函数的执行顺序 代码呢 他这个直观 简洁没有需要 这个特别 需要说明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呢 主函数执行完成之后 首先呢是 调用我们 派生类的 吸构函数 然后呢在 执行他的什么呢 执行他的这个类的 成员 对象成员的 对象成员的这个吸构函数 B的吸构函数 在最后呢 他执行的是什么呢 他的积累a的吸构函数 这也是 恰恰说明他的一个这个吸构函数的执行顺序呢 跟构则函数的执行顺序呢 是恰恰相反的 好的 通过我们上节课以及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 在派生类当中的构则函数和吸构函数的 使用方法以及他们的执行顺序 想必呢大家在这个后面的面试过程当中呢 再遇到 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考题的话呢 应该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了 好的 关于我们 这节课的这个 吸构函数 就派生类吸构函数的知识点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客户题呢 我们本节课客户题呢 就是在上几个客户题的基础上呢 希望大家呢 在上几个基础之上来添加上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电脑类的 吸构函数 看一下他们的执行顺序 再对比吸构函数的执行顺序 以及上几个客户的这构构函数顺序 来看一下 他们的方法 好的 这是我们派生类的吸构函数的 知识点 好的 谢谢大家